我叫陳國中 其實大概在20年前開始 學習設計、圖像的製作 涉應這個工具 可以嘗試去擴復創作空間 今次那七作品 其實主要都是從人去出發 因為在我爸爸走了之後 其實這幾年 我們都有去燒一些紙製品給我爸爸 其實在這幾年燒的過程 都會引發到我想 紙製品存在功能上的意義 會不會是一個心意的傳遞 或者是在選購製品 和燃燒的過程 作為一個思念的過程 甚至會不會是很盲目地跟隨上一代的指示 對他個人的意義不是太大 從這一個出發 就去拍攝這一輯化靈維脈的作品 簡選那些製品 都是基於人出生過度去死亡 生存的基本需求 你會見到都是一些衣食住行 和一些消閒的玩意 用商品拍攝的方式 去組合每一幅作品 如果從人生的角度去講過 其實我認為很基本就是 你一個階段去另一個階段的中村站 其實我都是有些質疑 或者是不相信 甚至乎覺得迷信 但是其實是通過這輯作品 其實反而是會再闊一點去想 是否成功傳送到 給他享用呢 可能已經 未是一個很重要 要探討的一個議題了